M2系列的最新型M2A4到底有多强 前段时间咱们聊了美国原屋的M2A2 虽然性能吊打俄军的BMP3 但M2A2是十几年前的老家伙了 也就欺负一下年老体弱的俄罗斯 其最新型M2A4才是美国陆军中的王牌 光看体重说它是坦克都行 这期火力军就来聊聊M2A4强在哪 老兵M2布雷德利步兵战车 已经有24年为升级了 M2第一次升级是1985年生产的M2A1型 可以发射陶氏反坦克导弹 并且加装野间瞄准仪 增加三方能力 第二次升级是1988年开始生产的M2A2型 也就是美国原屋的型号 主要增加附加装甲与爆反 能抵挡30毫米炮弹射击 并改装新型发动机 保证机动能力不会下降 第三次升级 则是1996年开始生产的M2A3型 属于现代化之后的改进型号 主要升级信息化自动化能力 加装了车技信息系统 以及最先进的作战指挥系统 可以与同地区的几方作战武器 以及其他数字化平台进行信息交换 火力也更猛 改装了使用埋头弹的45毫米机关炮 不过在此之后 M2就没有再进行过重大升级 美军开始向能快速部署 适应非对称战地的局部战争转型 就比如斯特赖克轮式装甲车 就是这个时期的产物 不过事实证明 重极正义 随着各种反装甲武器 尤其是轻型反坦克导弹的扩散 皮薄并且需要另开生产线的步兵战车 开始不适应新战场 那种加装重装甲 体型更大 战场生存能力更强的步兵战车 才是王道 比如俄罗斯通过采用T14 同款装甲底盘 开发了新一代步兵战车 雷神联合蓝银金属 共同开发新一代LYNX-41 以色列则开发了 堪比主战坦克的磁虎 美国回过头来发现 自家陆军 似乎无法适应 同等战地的现代对战 于是开始升级M2A3 首先就是给M2A4 加一个防弹背心 安装BIT装甲套件 同时还将铁拳IFLD主动防御系统塞了进去 有关资料显示 主动防护系统可将装甲作战车辆 在作战中的生存概率提高一倍 使用轻型反坦克武器对装甲作战车辆 实施近距离 全方位突袭时 主动防护系统能够使车辆的生存力提高三到四倍 只是M2A4整合铁拳 难度要比美军想象的更大 M2A4整合铁拳 首先要解决车辆电机系统的不匹配 以及供电能力不足的问题 而且目前美国陆军在各个单位之间 分布着约4500辆M2和M3战车 还有约2000辆在仓库中 升级难度更大 为了让M2A4整合铁拳 美国陆军升级了很多东西 就最终结果来看 M2A4差不多可以成为一个新的步兵战车 作为M2的最新型号 M2A4首先要加强的就是信息化 其配备卫星通信和卫星导航系统 瞄准距也改装成了第三代热成像 火控能力进一步提升 而且反应装甲多 不仅是炮塔和车身 在侧面履带的位置上 也增加了很多反应装甲 都快达到铁胶版履带的底部了 M2A4安装BRAT装甲套件后 战斗权重达到了36.2吨 相当于中型坦克的级别 为了整合铁拳与BRAT装甲套件 动力也要升级 M2A4换装了新的675马力 八缸康明斯柴油发动机 还有新的液压变速箱 悬挂和减震 轻量化履带 动力提升很大 可以适应升级带来的额外重量 交流发电机功率 从原来的11.2千瓦 提升到27.7千瓦 大幅改善旧车型存在的电力问题 同时增加的 还有车辆的离地间隙 从38厘米增加到了51厘米 越野性更强的同时 防护反坦克地点的能力也提升了 除了防御动力之外 步兵战车 还有火力支援的任务 与M2A3相比 M2A4的改动相对于比较简单 保留了之前的武器配置 一门25毫米 M242大毒射击炮 外加一挺 7.62毫米并列机枪 以及和一部双连陶式 反坦克导弹发射系统 反装甲能力很强 可以有效对付三代主战坦克 当然 M2A4这次升级 防护能力是最优先的项目 火力军就重点来聊聊防御 M2A4加装全套防护组件之后 战斗权重36.2吨 比29.5吨的M2A2多出了6.7吨 这其中大部分 都是用于提升防护性能 M2A4安装了新的布雷德利反应装甲 整套反应装甲 由BIT-A2装甲套件 与BIT-2装甲套件组成 其中BIT-A2反应装甲系统 包括96块爆反 相对BIT-2而言 防护性能更强 但是后效也更严重 安装位置需要更厚的基础装甲 不然很容易造成 步兵战车基础装甲崩坏 从而对内部人员造成杀伤 所以BIT-A2主要安装在 车体手上和炮塔 而BIT-2反应装甲系统 包括28块爆反 属于轻量化反应装甲 后效较低 主要安装于M2A4的车体两侧 保护行走部分 安装全套反应装甲后的 M2A4防御堪鼻坦克 更别说还有铁拳主动防护系统 M2A4车体和炮塔正面 可以防御30毫米穿甲弹 以及便携式反坦克导弹的攻击 车体侧面可以防御12.7毫米穿甲弹 以及RPG火箭筒攻击 当然装甲在后也扛不住反坦克武器 这是所有装甲车的先天缺陷 装甲与反装甲的迭代速度不一样 所以M2A4还安装了铁拳的 IFLD主动防护系统 以及新型的IED干扰系统 前者用于拦截各种成型反坦克弹药 后者则用于干扰各类简易爆炸装置 重点来了 M2A4选择的是铁拳IFLD 这是什么意思 铁拳主动防御系统 分为IFLD和IFLK两种 其中IFLD属于轻量化方案 主要安装在步兵战车 轮式装甲车 这种底盘载重能力有限的车辆上 只能拦截慢速度和近距离目标 而IFLK追求拦截性能 只安装在坦克等重装平台上 可以拦截破甲弹 穿甲弹等高速目标 从性能上来说 轻量化的IFLD肯定比不上IFLK 但是美国选择IFLD版本的铁拳 并不是没有理由 虽然轻量化版本不能拦截动能穿甲弹 但是平台兼容设计的不错 拦截弹机座用的是标准接口 没有搭载拦截弹的时候 也可以在拦截弹机上 安装烟雾发生器或者红外干扰器 具备多功能用途 不仅能减小爆破弹片的扩散范围 还能把士兵下车时 遭遇附带损害的风险降到最低 总的来说 MRA4升级完成之后 战斗权重36.2吨 最高公路行驶速度 每小时66公里 最大行程402公里 可以通过C17A和C5运输机进行空运 能满足信息化战争的需求 在综合性能上 可以威胁三代主战坦克 美国陆进计划在2029年之前 将700多辆M2A3M2A2升级为M2A4 这就有一个问题 美国之所以二十几年不升级M2 主要原因还是斯特赖克装甲车 那为什么美军不选择升级斯特赖克 二者到底谁更适合战场呢 就当前这种反坦克导弹满天飞 地雷遍地跑的战场环境 一个履带式 一个轮式 谁好用一目了然 反正火力军更看好M2A4 斯特赖克的装甲防护能力太烂了 斯特赖克最大的特点就是轻 专门用于快速反应部队 可以由中型的C130运输 火力呢也还行 可以安装一门MGS105毫米突击炮 也能安装机枪 小口径机关枪 以及榴弹发射器等其他武器 主要作用就是支援地面步兵作战 并且提供一定的火力支援和装甲防护 只是由于过分强调机动能力和轻量化 同时为了适应C130狭窄的机舱 导致斯特赖克的车宽太窄 重心偏高 行驶速度太快的话容易翻车 机动性直接看半 同时其他性能也无法满足 美军城市巷战的需求 斯特赖克虽然搭配的火力战不错 压制能力基本可以满足美国陆军 小规模作战和城市治安战的需求 但是车体实在是太薄了 也就防御一下7.62毫米的子弹和炮弹破片 12.7毫米大口径机枪就能击毁斯特赖克 如果是RPG或者单兵反坦克导弹 基本上就是一击毙命 装甲太薄就会出现一个问题 斯特赖克需要保护 这就比较尴尬了 原本是为步兵提供火力支援 以及装甲防护的斯特赖克装甲车 在城市巷战和治安战中 反而需要步兵为其掩护 用这样的装备参加高烈度的地面战 跟施乐质差不多 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会将目光重新放在M2身上 当然虽然斯特赖克不行 但是美国也没放弃它 最近这几年一直在找适合它的主动防护系统 原本看好美国阿迪斯公司开发的铁幕 只是在2018年测试的时候 发现铁幕保护面积比较小 杀伤来袭破片弹时会造成大量破片 从而破坏斯特赖克的装甲 甚至误伤已经下车作战的士兵 对于依赖下车步兵作战的斯特赖克来说 这些破片造成的伤害 不比一发反坦克导弹差多少 于是铁幕就被踢了 从2020年开始 美国陆军决定测试两家盟友公司的产品 也就是以色列拉斐尔公司的战利品 德国莱茵金属公司的ADS主动防护系统 只是跟60吨的M1A2比 16吨的斯特赖克太轻了 很难加装APS系统 听说美军还打算给斯特赖克加装激光武器 用来防御来袭弹药 但实际上如何 谁也说不准 综上所述 咱们也能看出来 M2A4这种装甲后 机动性也不错的履带式装甲车 才是现代战场的主角 美国之后的重心会向M2偏移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M2A4大概率就是M2系列的最后一代了 美国现在已经放弃了M2A5项目 准备专心研究可悬载人战斗车辆 也就是搭载50毫米机炮的OMFV项目 美国在今年6月26日宣布 下一代履带式步兵战车项目OMFV 更名为XM30机械化步兵战斗车辆项目 简称XM30步兵战车 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最后的抉择阶段 从通用动力陆地系统公司 与美国蓝银金属车辆公司挑一个 计划在2027年进入低速初始生产阶段 于2029年正式装备 之后进入真正的大批量生产阶段 根据美国陆军竞标厂商 以及相关媒体披露的信息 XM30的性能要求很高 与M2相比 XM30可以说是出道级巅峰 XM30需要配有新型的50毫米自动炮 反坦克导弹 而且还要有并列机枪 遥控的无人炮塔 以及第三代前世红外系统 为了方便之后升级 设计技术必须是开放式架构 主动防护系统与混合动力也不能少 目前竞标商就两家 美国陆军具体选谁很难说 按照当前的信息来看 通用动力陆地系统公司 提交的XM30步兵战车项目 方案是基于卡塔利斯特演示车概念设计的 双人乘组混合动力 并搭载50毫米无人炮塔 美国蓝银金属的方案 则是建立在KF-41的底盘和技术设计的 安装了50毫米的长矛 5030遥控无人炮塔系统 同样是混合动力与双人乘组 如果问美国陆军会选择哪一家 火力军也说不准 二者都大差不差 但是从维护性和可靠性上考虑 美国蓝金属的方案更香一点 总而言之 M2A4作为M2系列的最新型号 自然能满足陆军的作战能力 不过就改造项目来看 美国是按照当前的战场情况升级 面对21世纪30年代后的作战环境 就稍微有点out了 比如与地面无人车辆协同作战 XM30这种新一代步兵战车是必须的 那么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各位认为通用动力与蓝银金属的方案 美国陆军会选择哪一种呢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大家一起讨论 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 也可以在下方指证 我是火力军 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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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